好的观众欢迎回来 爱奇跟OMG的老牌禁旅之战 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场的绝胜局 对 来到了第三局 其实就今年的战绩来看 就他们这两年的战绩 去年的战绩来说的话 OMG是全胜 但今年的话 OMG好像还是没有战胜过爱奇的 而且确实因为 夏季赛两个队分到了不同的组 所以这一场BO3是他们 应该说今年在常规赛的 唯一一场也是最后一场 在夏季赛和在唯一一场 也是最后一场碰面了 要再碰到的话 就是季后赛 再碰到就是季后赛 或者说接下来 有可能会打预选赛 或者说等等 别的赛 但不是我们联赛的常规赛的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 看看最终 一是两个队伍 在这个赛季赛季赛的 唯一次碰面谁能取胜 二就是看一看 OMG能够 或者说两个队伍 能以什么样的战绩 结束自己的一组对抗 OMG目前在一组对抗的战绩 是一个三杠二 对 他的组内应该是全胜的问题 对 组内是五杠零嘛 然后现在打了个三杠二 如果这场能够取胜 就是四杠二 如果输就是三杠三 这边给到夕阳 也是第一把的MVP 但是第二把来说的话 又受到针对夕阳 能够发挥的空间并不多 对 压力太大了 对于青刚颖这个英雄来讲 最恐怖的 莫过于不给你发育的机会 在前期直接摁死 而且是那种毫无操作空间 在塔下摁死 这就真的没办法了 就第一 二局 虽然IG换了上单 然后打出不同的效果 但是真正的原因 还是打野的一个强势和弱势 因为打野弱势的话 你这个上单是很难起来 这一把依然是 泽赛坐在了一个首发级上 没错 一般来讲 取胜的阵容吧 不太会进行一个人员上的变动 而且上一局的战术 我觉得贯彻得比较彻底 老贼上吧 也是受到了很多的针对 包括对面的一些小心机 找到了他一个落单的 出了些失误吧 上一局 我觉得上一局 OMG的下落组合 也是出了一些失误 看一下这一局 怎么能够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选个侠落一起回 就怎么说的 选个侠落一起回 可以避免上一局那样的问题 但是肯定对方会有 不同的角度来对你施压 对不对 但是侠落一起回 这个设定还是蛮好玩的 这应该是英雄联盟 第一个推出来的 就可以两个星同时回程的设定 其实这个就设定出来是有 但是我很少看到有选手会这样回 因为这种战术好像很少 就平常是就回的话 大家都在一起各回各 金二之前回了几次 导播还给了特写 台底和Snowflower嘛 对 之前有个那个金二有一局 他是下落 AD在收线的时候辅助 现在后面预读回程 然后线收完了 AD再跑回来 跟辅助一起 在最后一秒左右 跟着一起回去 还是蛮节约时间的 不过这样来想的话 就还想过那种比较变态的 就为了防止干渴 一直在草里 一直逼 一直逼 我就吃惊眼 然后等对面要过来的时候 就瞎过来 比较极端 这种比较极端 不过这种机制 还是蛮好玩的 包括现在 你看凯尹 在上一局登场之后 我觉得也带来了一个 全新的视觉体验 跟游戏性的体验吧 从我们观众 跟解说的角度来讲 视觉体验就是 竟然有一个人 可以穿梭在墙壁之中 而且他后面一直在玩 对 他后面一直在玩 包括他钻进 别的英雄的身体 来看一下第二 第三局 决胜局的一个BP OMG在蓝色方 还是先搬了锤石跟岩鹊 两个机制度带动能力 很强的英雄 又搬了凯尹 很尊敬您的这个凯尹 扎克 卡丽斯塔 大虫子 大鼠球都还在 女警也在外面 IG这边比较针对的 先搬了OMG 第一局拿过的阵容 就是蜘蛛跟大嘴 然后看一下第三首 这把好看的 放出来的东西太多了 解扣之前的扎克 发挥是很出色的 解扣第一次登场 替补上场 就是使用了一手 很亮眼的扎克 在得背回来之后 这边的话是把大树 给搬掉了 先搬伽克 无论怎么削 这个英雄的开团能力 感觉机制不变 就是没法被限制 他那个一系能太远了 几乎在你预判不到的地方 他跳出来开你 是很难被 就很难被阻挡 而且这个除了 橡皮弹弓太远之外 他这个动感弹球的机制 我觉得确实太强了 这动感弹球的机制 真的太强了 批成女警 这也是小西的拿手英雄 小西是LPL历史上第二位 在历史上第一场登场 就拿五杀的选手 那一场是进我记得 然后第一个拿五杀的 也是跟袁小西 同队的GT队的打野灰 雷克赛的五杀吧 我记得 而且灰现在还在征战LSPL 我之前还看了一眼 小西这边先拿女警 然后看第二手 蓝博 还是则摔的蓝博 现在青钢也还在 只是说这一把的话 这把是比较好抓蓝博的 青钢也配合扎克 对 而且拿到蓝博之后 我觉得要考虑 对线的强势英雄了 蓝博其实拿到扎克之后 其实扎克跟朱妹 有一个通病 都是前期的野区竞争力 相对较弱 但是朱妹来说的话 就她的干可能力 是要比扎克差很多的 对 还是拿了青钢影 连续三盘的青钢影选择 我觉得外面这边 要不要考虑先拿卡丽斯塔呀 因为我觉得 不拿卡丽斯塔 第二阵段可能拿不到了 可以选 因为对线女警 现在除非还有一种选择 就拿小炮这样的英雄 就前期打发育 然后尽可能利用推线 不让女警摸你塔 选择先拿中单加利奥 扎克 加利奥 卡丽斯塔 三个都拥有控制 跟开团能力的英雄 这边是选择加利奥 而并没有选择卡丽斯塔 还是比较相信 马哥的英雄持的 对 而且因为上周 在面对WE的比赛当中 斯巴勒德也是拿了一手 麦琳炮手 拿了一手这个斯塔拿 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埃及这边第三手 看拿什么 中单的希特拉 打加利奥 而且打一个问号吧 这个加利奥 简还是换杰斯了 这也是Rookie 特别特别喜欢 拿出来的英雄 最后换了蛇女 也是就 Rookie连着换了三个 都是压制力很强 但是压制的方式不同的 在现在中单 好打加利奥的英雄里面 其实给出最好答卷的 就是蛇女这个英雄 其次才是卢仙 这些什么之类 就我觉得压制方式不同吧 就压制方式 跟发力7不同 新德拉是偏前期跟很后面 因为很后面的话 新德拉提供的控制 跟单点帮方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杰斯是很偏中期 蛇女是前期有一定压制 然后比较偏中后期 这边是搬掉了进 再限制OMG的AD选人了 看OMG这边怎么办 对方也是直接 AD加上上中的组合 要不然针对一手 打野英雄的选择 先搬雷克赛 雷克赛 我看您这边换的是急跑 会不会是奥拉夫 或人马之类的 因为它上一把的话 应该是带着闪现 但这把是刚进来 就直接换的急跑 我觉得这个先换一换 也没什么关系 因为依然存在一个大虫子 还在外面 对 大虫子还在外面 虽然大树北班 但大虫子还在 这一班是把维鲁斯给搬掉的 对 维鲁斯近 两个我认为在当前版本 没有卡丽萨跟女警之外 优先是最高的AD英雄了 OMG最后一手 看班是吧 这班芒僧 风格上肯定是芒僧 但是我个人认为版本上 我觉得大虫子保险一点 这边看一下IG这一类的选择 其实可以最后两打 也先量一下辅助之类的 而且宁之前比较爱用的英雄里 还有一手螳螂还在外面 奥拉夫 真的是奥拉夫 奥拉夫 那这边的话 最后是一手辅助 给到了美根 拿奥拉夫打扎克 之前也出现过这样的对局 就是利用前期奥拉夫 野区的竞争力 和超级滚雪球的能力 去压制扎克 然后包括之前 就是这个厂长 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思路 就是用暴女去打扎克 也是利用野区的压制 因为暴女的野区控制能力太强了 如果不算上南枪的话 他几乎算是整个英雄联盟里面 野区控制能力最强的英雄 对方辅助没出 王敏基这边怎么选择 先手拿洛 那这样我觉得开团的点 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如果拿洛的话 换巴德吧 换巴德或者换捷拉 我觉得换小五招牌的捷拉 也可以这手 捷拉的话 捕点伤害啊 主要是捕点团战伤害 他最后还是换了巴德 巴德在要票的胜率还是蛮高的 将近70% 对 而且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就是之前大部分出巴德的场合 都是因为对面拿大嘴 就拿巴德打大嘴 之前很多很多场都是这样 这个话是要选择塔姆 假如选择塔姆的话 那下路就是一个稳住的组合 人形自走水银系代 人形自走水银系代 对吧 人形自走水银系代 锁了 锁了塔姆 这样整体IT的阵容拿出来的话 是一个冲击力比较强 然后打团方面还不错 但是中期需要稍微的拖一下的阵容 因为这个阵容中期的普遍作战能力 双C中期是稍微有点弱的 打团的作用 这把和上把其实有点像 我们其实上三 就上中野 他们的压制能力还是没有对面强 对 就IG在前期上中野 他们依然是有一个压制力的 但是这一把扎克的干客能力 是要比奥拉夫好很多的 而且加里奥一旦倒六吧 就配合扎克一起干客 或者经常的能力 也比上一局这个吸血鬼要强得多 上一局吸血鬼是 我觉得起码发育到个11级 可能配合打团还可以 这边也是给到双方辅助的镜头 一边是塔姆一边是巴德 在下路来说的话 开战机会应该是比较少 对 最终还是选了一个相对比较折中 比较灵活的巴德吧 就巴德这个英雄 我觉得目前 我们为什么说胜率高 包括能够在挺多场合打下来 是因为上限高 好 所以这样 我是MVP 你什么时候来接我 明哲你不能看看我 感觉有很多 这个OMG教练的粉丝 确实就明哲教练之前也是通过英雄麦克风的这个鸡汤环节 包括后面几拨采访狠狠地圈了一波粉 感觉也算是那种教练兼上一个心理的辅导师 就跟队员关系也好嘛 主要是 而且很多时候你听这个英雄麦克风都会给到他在赛前跟队员说的一些话 感觉这种队员应该是满全粉的 这种教练满全粉的 然后满受队员跟粉丝们的爱戴跟喜欢 同时心理状态也是队员在场上状态的一个表现 对 你就像上周不是跟左翼聊一下 左翼就说说他们对现在心理辅导 就是他 他说负责给队员还做的心理辅导有的时候 比赛开始 今天的第一个BO3的决胜局 蓝色方的OMG 红色方的IG 一上来的话 女警选择了一个多兰顿 主要是因为对面是个长手辅助 多兰顿可以有效地规避对方频繁的评A所带来的消耗 进行区做个演 先看一下阿拉夫的起野方式 大部分时间下阿拉夫都会选择较早地打掉蓝buff 这样能够保证自己野区的一个续航 因为前期丢斧子是比较好蓝的 但这局看一下您怎么选 有些阿拉夫比较平常 就假如对面不入侵 对面不入侵的话 他一般是开F6然后再去开蓝buff 对 这局他好像直接直接下去了 就蓝对于阿拉夫这个英雄来讲还是太重要了一些前期 踩在眼上了这个位置 踩在眼上 眼消失应该已经看到眼消失了这个位置 好像没人注意到 还是想强行进来入侵 下路组合这边定着打一套 巴德被耗了蛮多的血 但是没关系 因为毕竟巴德一会儿可以靠吃药 跟自己的W回回血 但这波保住了扎克F6 没有受到对方的骚扰 延伸打击把两个东西拉在一起打 阿拉夫这边就比较惨了 这边要自己开蓝了 阿拉夫这边自己开蓝蛮伤的 其实他可能要多掉点血了 但和平社又刮到了 中路来说的话 也是一个戴药瓶的蛇女继续压制 对 连续两局Rookie都是玩的蛇女 感觉那个福温天赋什么的 也不太用换了 就一直用这一套就可以了 又是Q的 这Q蹭一下小兵 现在主要是怕漏兵的经验 对 我觉得加里奥 这个时候补不到刀不是重点 重点是万一你被压出经验区 对吧 就很难受了 想强行过去平A砸一下 砸到了 他就被Q到了一下 又被E了一下 而且身上还有腐败妖极的持续伤害 还好刚才我们记得小兵帮忙卡了一下 不然这个可能要直接被打回城 可能要被多A两三下 多Q一两三下 再E一下出风起 哎呦 难受又 就Icon我觉得这四路现在也是等到四百块四百五就回波价 再补个多兰顿或者再补个多兰界 蛇女也是早早地在上面放下眼啊 知道在这种情况下 一直在浪费扎克的时间 是的 扎克这边反复横跳 就这种模棱两可的走位让他觉得 哎 这好像有眼 但这好像又没有眼 对 就你是不是去下面做眼了 刚才那波 我再来一波试试 不对 你好像这边有眼那算了 又是反身的这个冲拳去清兵 还好塔刀补的挺多的 没被压多少 就蛇女如果现场压制真的凶点 三匹腐败药水可以让你少个十二刀 哎呦 夕阳这边 很早很早就被打回家了一波 买了一个回血宝珠 然后处理一个运用消失 他这个被打回家的时间点实在太早了 我刚才看他回家的时候 基本上就身上六个刀还是七个刀 所以你也不能买啥了确实 结扣这边过来坐个眼 也不敢强行上了这个时候 因为一旦这个线处理不好 击杀不能 西洋这波线进塔 就更亏了 这下这波应该是可以回城的 其实他也可以不回 但现在的话要补装备 他状态还是慢 想了想 不回了 还是不回了 看西洋线也推出来了 下路 艾西加上巴德的组合 打对面这个还可以吧我觉得 就是怕防御塔血量被耗的比较多 女姐现在也有小小的削弱在攻速上 这个城上攻速直接砍一刀砍一半 补了第二个戒指之后一波行走过来的干客 但是西洋的血量好低啊 只有100多血量了 偏一下 交闪 蓝波可能要交闪 闪现一 闪现余差 而且德赛这边 最后差一点点伤害 冷上 闪现刚才已经交过了 神女来接他了 德赛这位置可能要跑 回城余差 这还能溜 这真溜了 德赛给跑了这波 最后过来的 最后是有一个红冠的盾 对最后有一个破碎护盾又好了 因为刚才加了闪现 我看第一波已经交掉了 他为了早点赶到 别让西洋被击杀 已经强行想赶紧冲过来了 但是依然没能够阻止掉 西洋被击杀他闪现Q了一下 但这种情况下的话 也没办法追后面 那这样 感觉西洋这边又是像上一局一样 很难受 他迈的有点是太深了 其实自己血量已经不够了 已经演出细节了 但没办法 这种真的没办法 前期面对蓝博的时候 本身 我觉得清安影对线压力更大一点 就前面因为 你不是说五五开吗 其实我当时想一下 我觉得 如果两个英雄 在这个版本之前 就没有改动之前 应该是五五开 但现在因为清安影 对线能力回调 但蓝博的对线机制有小小修改 导致蓝博这个英雄 我觉得上线比清安影要高一些 所以在同为顶尖选手的时候 我觉得蓝博应该有占个六成的 就六四吧 应该蓝博会稍微高一点 就主要现在这个 技能的改动 因为伤害增加 但是CD延长了 导致操作的难度 跟实际的选择要求更高 但如果你是有顶尖的对线有选手 或者蓝博的玩家 我觉得这些改动 对你来说是一个对线的加强 就包括一二级的空温啊 这些什么之类的 只要是稍微会玩一点的 就知道这种改动的 一般还是比较 就是能在线上稳住的 对 钻墙过去喝咖啡 算了 在这边也是 点了点还被塔姆减 速到了 所以不得不跟着小五一起撤 这一波是必须回程的 刚好够八百块小五 是出了一个眼识 秦航影这边还是很苦啊 没钱啊 主要是 现在没装备 等级也比蓝博低一点点 经验比蓝博低一点点 中野都已经过来支援了 还有自由通牒 给了一个争议登场 英雄登场落地之后 炒捧没炒到 蓝博早早退到了一个角落里 这个角落 秦航影如果强行跟过去 很有可能会被防御塔打 二二三四再来一次 这里接跳 这人人应该是死了 看人头是谁 就总总得死了 人头是被精准礼仪的第二段 真实伤害收掉 但下面 您选择直接过来开机跑 想要包这个残血的司马老贼 过来司马老贼这边 不小技能了 反正也走不掉了 这一波我觉得 埃及会更赚 因为下路的防御塔 这个时候推的更舒服啊 而且上路来说的话 这个时间点 只有青钢影一个人在推了 是的 埃及有可能 这波能把异血塔给拿下来啊 这也是因为前期上路的 一个对线优势吧 让 OMG不得不 投入更多的兵力在上路 没拿下来啊 这波还是稍微的稳了一下 留了一下这个防御塔 但已经很亏了 兵亏太多了 而且塔快掉了 它已经快掉了 哎 这里直接一技能空中 腹地给到 加利尔这边血线很残 开一个杜兰护盾 嘲讽到 神女没拦了 还不错 这波没拦的话 扎克过来 你没拦我被伤害 对 一边没拦一边被伤害 你没拦 但我们两个人确实加起来 好像也打不太死你 那算了 而且再磕这个腐败药剂 一会儿蓝回回来了 加利尔还是有危险的 主要就是怕 欧安民机下路这个塔 有点像假的一样 他觉得现在能够倚靠着塔 不让对面来跃自己 但很有可能一个五包二 这个塔和人头都要拿 对 所以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 一定要西洋在上路看好自选 然后同时 加利尔一定要时不时就往下路靠 中路也是拿了蓝 过来说继续中路这波线 Icon这波回家是已经有个幽魂斗篷了 在现场会稍微好过一点 打蛇女吗 我觉得这个自适应头盔永远是首选 对吧 一定要赶紧把自适应头盔做出来 而且这把他们几乎没什么AP伤害 他也不需要做 有些家料他会在第一件做一个深渊面具 来保证就假如配合蓝薄的话 没关系 现在这个熔渣反正也烫不死了 所以问题不大 这个buff怪熔渣是永远会给你留一滴血的 但是有个细节就是大家平时玩一定要处理 就是日言是会烫掉的 日言是不管你的 日言开甲那个是 但班比的熔渣和熔渣巨人的这个打野装 他是不会烫死的 对对对 但日言是不管你这个的 火甲这个就专门是为上单设计的 哎呀不小心烫死了 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 站住后槽减速到扎克这边在一个倒三角的位置 但是这个倒三角的位置不可能跳这么远啊 现在 虽然已经四级的橡皮战弓了 这位置不可能直接跳到的 就假如有个爆炸果实的话 点下去那一瞬间直接按一键呢是有机会的 对开车过来又是抓斯玛老贼 这个位置 闪见一天 小五不赛啊 小五大招想留 但是没救到啊 而且奥拉夫甚至开大招把这个巴德大给顶掉了 再开一个洞 舍女这边知道巴德的洞不好钻 钻过去万一被钉住了就很伤 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由于这样一波的话很有可能人死他也要掉 又是打了一个辅助不在的这么一个人手差 强行利用塔姆的开车绕后 以及这个奥拉夫的大招月塔 这的话也没有什么上半区的视野的 只有在河道附近 所以直接则是在清兵回城 有这样火龙感觉也要被埃及收掉 而且医学塔也是被小西单吃掉 很肥 感觉这局BP上ID为自己拿到女警 还是在前期打出很大效果 风起打出来了 身上黏着扎克的一只手 回身大招 没有实化到任何一个人 但血量已经很低了 回头砸响反打 动感弹球带了个空气 回头回得很快 Rookie是不一定没有让这边的JCO回动感弹球粘倒 对 诶 又读到了 这位置又要追着来一套 被减速有点危险 不交闪要死 不交闪要死 唐姆舔那一口舔到了很关键 侧面 又是这两个人碰到了 直接交一个闪过墙 不跟了 上一局就是机器人在野区的时候被兰博抓到了 然后这局变成巴德在野区又被兰博看到了 小七这里好凶啊 他直接裸一个无尽出来 就平常假如这个时候你在下路有优势 你要换线推塔的时候一般都会做攻速鞋或者是黄叉 对 就身上补一个暴风大剑加基础攻击力 然后就开始先做攻速的装备了 这样其实就大家研究他这个出窗是因为他觉得第一出窗更平滑 然后其次就是换线推塔 就刚才宇童说的嘛 换线推塔比较快嘛 这一局没有Q到泽赛 下路来说的话 司马老子其实不太吃得住这个泽赛的伤害 然后这没出护甲的家里要只有一双不甲鞋 现在扛着女警也有点不舒服 而且对面刚好是先出无尽 是的 这你现在野区控制方面的话 这把扎克也是输了一些 这也没办法 对面是个奥拉夫 这输的不止一心 现在 我觉得这种补刀已经领先50道的打野 确实这个扎克如果不能在打团的时候做到点事情 就很难受了 直接过来要留 W还只有通蝶 这个的话大招还没有放 看着什么时候放 再给了一个虚弱 伤害差一点被塔姆吃进去了 西洋过墙被德塞追过墙 红温的烧烤收掉 回身奥拉夫过来 这个时候奥拉夫太能打了追贼 不过这一QQ的不错 苏拉夫一键过来先大死了奥拉夫 而且大招定住一个蓝波 阻隔了对方的追击 蓝波这个大招刚才放的也蛮不错的吧 对方的血量考的比较低 最终在主动出击的一波当中 IQ主动出击的一波当中 OMG这边打得很不错 OMG主动出击 OMG刚才是西洋开的 西洋开的 西洋去开蛇女了 这波只要能拿到人头 对于OMG来说都是赚的 哪怕是一个二换二或三换三 只要能够有经济的收入就是好的 对 你不能在这个局势下 对面给拖死 看一下 这是西洋的一个金刚影 强势的进场过来 然后直接做大招 配合上英雄登场 这个体系在第一局的时候 OMG已经玩了挺多次的了 西洋闪现过墙 被德塞追闪收掉 但侧面的话 艾西也是打了蛮多的区域输出吧 并且这个Q是Q到了 对 把鱼给盯在墙上 大招也比较关键 巴德这个大招如果没盯到兰博的话 让兰博强行过来配合自己大招 可能还要再杀一个 上一把其实也是OMG在中期找到了机会 就上个把F6那个位置 但他们能取得的优势也就是这一点 因为这一波杀万人之后 并不能够推塔 而且也拿不了地图资源 现在 对于OMG来说如果真的想要 就在后期翻过来 他们必须得在自己能够拿到资源点的时候 来打这样的一个团战 哎呦这个蓝没办法了 看到奥拉夫虎实单单的跑过来 只能是扎克自己交成给打掉了 收益相对叫低 而且就还是那句话吧 就这一局我觉得后期的保障 也没有第一局来得杂实 埃西这连续两局都把大嘴这个点给摁掉了 因为第一局来说伤害打太高了 嗯 埃西作为一个没有位移的ADC的话 还是挺怕兰博和奥拉夫这样的英雄 对 特别是他的输出距离范围之内 很有可能要被蛇米扑腹地 然后兰博撒大招 马哥这把的输出环境并不算是特别好 又没有像塔姆这样的东西可以保护他 塔姆这把是在对面 旁边 拎钉跳远过来直接要留 但是被吞了一口 直接给了一个大招 这边是直接卖掉了自己辅助 交了个闪 你别说还没死 被宇童一口给奶活了 一个大招隔了一下 隔了对方回塔的路线 直接拷死了一个巴德 然后加利奥隧道过来 有一个大胆的跟隧道过来 是一个满血的奥拉夫 侧面的话清昂颖 哎呦 风锁撞墙了 这个墙太厚了 但是回身最后通电强行把这个塔姆给收掉 自己也被换 扎克再二进攻跳进来 奥拉夫开大招强行锤 扎克的小组织在塔下 这四坨TP用来保这个扎克的小组织 扎克站起来 但是给了一个夹子 是的 给了个夹子之后被奥拉夫一个逆流投掷 直接是再次击杀 I7这一边 他们其实C位都还蛮需要发育的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 有补刀的有补刀 有人投的有人投 还是经济优势太大了 还是前期的经济优势太大了 不然刚才那一波还是说不定能打的 刚才输出不太够 没有杀掉这个塔姆 还是太肉了 这是一键定住之后 定住塔姆 然后塔姆在林沛带回来之前 把AD吐到了动感台车外面的距离 AD投也不回来 然后这个大招又放得很好 德赛这个大招放得真的好 德赛这个大招每一波不是打伤害就是阻割战场 而且这一波的话是在正义冲拳的空中 就施法动作之中被石化住了 对 就蓝博这个大招有的时候打伤害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阻割对方的撤退路线 或者说阻割对方的地形 刚才这一波大招打下去 本来王毕可以回塔的 但是因为这蓝博大招 所有人没有办法摊回防卫塔 再打狭右前锋 狭右前锋打掉了 应该是阿拉夫把狭右前锋捡起来了 站起来踩了个夹子 配合上蓝博的鱼叉加上逆流头指 上面又抓西洋 西洋这边勾锁了一段 被高温鱼叉减速到了 最后诸神的黄昏 双斧往下一批 又是抓掉西洋 这一把真的是可上把有点像 西洋他虽然前期发挥还不错 包括他有队友来帮他 但是前期来说的话 对面节奏点太窒息了 王毕这边打得点乱了 现在要撤了 扎克这边的空中应该是被十八星是定到了 但是意境还是出来了 动感弹就要逃跑 奥拉夫这边粘住了 也没有被动 上波已经被打了出来 是的 现在火龙也是存活的 埃及可以去把这个火龙拿下 叠一下 再来清一下中路的线 这个位置来说的话 寒冰的首线能力并不能够点出来 但还好有个架料在旁边防护一下 大招 哎呦这个位置烫了一下 有个狙 没打到啊 没办法 这个真的没办法 天罗地网 两个人虽然都有闪现 但在短时间内 我觉得很难去沟通 比如说你闪我闪 或者怎么样的这种东西 然后龙再次被奥拉夫收掉 这场比赛的龙也刷得很给力啊 这火龙 扎扎实实的 两条 跌起来了 并且现在经济优势 已经来到8000块 就我觉得 第二局第三局 OMG依然是暴露出来之前 我们一直在讲的那个问题 就是在前期拿不到优势的情况下 怎么办 一旦前期有一个点 甚至比较多的点陷入劣势 需要你稳定发育 去找对方失误 或者说找中后期记录 有机会的时候怎么办 就OMG现在在面对这样的局势的时候 很容易出现 接二连三的人员被击杀被抓 或者说很容易丢失掉去继续 稳住的机会 或者说很容易去再犯错误 我觉得这个是接下来 可能在第二轮通路对抗 OMG需要注意的吧 西洋又看到了这两个人 但还好勾锁过强了 因为第一把来说的话 西洋他是稳住了 并且由于后期是有一个大嘴的 他们是比较放心拖到后期打 但这一把来说的话 前期的经济劣势 前期的经济劣势实在太大了 对 就我觉得这两局 其实共同的一个节奏 先看一下 赶紧跑 相比弹工 共同的一个节奏就是 上路被压制 上路被压制 导致野区被压制 野区被压制 然后下路对线又有劣势 下路对线被打出劣势 然后中路没什么办法 一局吸血鬼 前期太区要发育 一局加利奥 已经很尽力地在支援队友 但是也没有办法 自己打蛇女的对线压力也大 夹子已经封住了野区的路口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罕见的封路 我们很少见到什么20分钟不到 女警把你野区的路用夹子给封住了 这里要动个太区套 才能跑跑了 连续两个大招都用来逃命了 扎克这边 再把中路坛应该是可以推掉 推掉之后的话 应该是要去逼大龙了 锁这个位置的夹子 就是为了逼你过来的一个 逼你过来只能从蓝buff那边 蓝buff的话 这里可以封一个蓝博大招 有一颗视野 但是刚才这个视野的残害应该是没 就是残留的视野应该是没看的 看到的 来看一下 看到这时候看到了 大龙这一口是也是肯定看到了 巴德定 龙的血量比较低 怎么说解控 没想到 没想到 等级低了一级 场级的伤害低啊 还是比较难的 直接撒了一个大招过来逼退姿马老贼 一个双双毒牙 两个双双毒牙直接收掉了 侧面开动交个闪现 被尼多头就粘住了 追着砍 进化解掉 再一个QQ的 隔墙又一个毒牙 这一波的话是拿下大龙 并且打了一个小团面 除了去带线的西洋 再踢过来之后撤的比较快吧 剩下四个全都阵亡了啊 这个时候侧古先锋还找出来了 这个应该是可以撞到高地的 而且前两天也知道 就是侧古先锋 如果你能再推掉基地的他还活着 他也会跟着你们一起跳舞 对 我也前两天才看到这个 很好玩 现在来说的话 下古先锋还能推一个高地 我觉得水晶好像是不会撞的 会撞 也会撞 也会撞 依然会撞的 哎呦 又撞了一头 而且中午的高地塔也掉了 还好水晶都还在 只是说现在经济的劣势 已经到达15000 这个15000块 我觉得21分钟15000块 基本上已经是一个 非常非常不可能逾越的鸿沟了 15000块有点夸张 真的 这个经济劣势太夸张了 主要是IG这个阵容来说的话 他们是有蓝薄蛇女 以及女紧将需要发育的点 现在几乎都是美人三件套的 而且还有两条火龙啊 关键是 这还有两条火龙 凝这个奥拉夫在郑云奥做完之后 直接就做了一个 再次做了一个大反甲 上一局 有输出 对 上一局他的凯隐出装 也是在默认之后 转了一个小小的隐魔刀之后 直接做了反甲 这个装备对于AD的限制实在太大了 直接把无数核解给磕了起来 是的 这个位置是想带龙buff的兵过来 准备一波的我觉得 现在的装备差距太大了 外面这边很难顶得住 两路水晶嘛 我觉得肯定是要放掉的 上路西洋带过去想推个塔 冰线已经过去了 但毕竟没防御塔了 拆水晶是一样快的 嗯 还很求稳啊 蛇女这边 我以为她要回去 假装一下 她其实状态是满的 然后也 假如补装备的话 到时候可以再继续拿一下 野区资源再去回 中路还被甲子针给布了一下 Q到了 但蛇女有个塔姆在边上 直接一口吃进去吐出来 还有一个原因也就是因为塔姆吧 塔姆在的情况下 AG的阵容容错率太高了 对 这波超级兵已经出来了 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塔推掉 应该能推掉吧 他现在有三项了 推得很快 不敢 不敢了 蓝魔大招追 一下两下三下 没烫死交了个闪接过强了 打喷射修果 现在的戴剑就没有以前那么好受了 三路了 这样下面要三路了 青康炎这边赶紧回城吧 现在蓝部还有T的 G一枪 这个大龙的powerplay是来到了4600 男爵之力非常非常高 对 甚至这个拿完之后的话 还会再扩大一些 这甚至有点像EU的感觉了 EU平均4800 对 我惊呆了 LPL的话平均在1500到2000之间 这我个人肉肉眼计算的啊 跳上来有TPT正面 解构这波也不得不开了 多好他就带了两个 他带了两个 他带了两个都不是很愿意 带起来的人啊 这带进来两个直接冲阵了 收掉残血的奥拉夫也被吃掉 英雄登场进去跑一下 能不能撒过奥拉夫啊 这个时候 RUPY撒过西洋单挑 还是最后痛迭给到 又一个1技能双生毒压 是收掉西洋的人 差不多了 就剩下一个 白抗 只能背道逃命 最终 应该是极大优势的情况下 IG可以把这场比赛的胜利给拿下来 继续24分钟这一把的话 IG的节奏是非常非常快 是的 我们恭喜IG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同时也在本赛季下一季常规赛 唯一一次面对OMG的时候 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这也是延续了今年对这OMG的一个不败 是的 延续了他们对OMG的一个超高胜率 但对于两支队伍来讲 我觉得跨组对抗赛 在这场打完已经正式落下了帷幕 接下来就是回到自己的小组 怎么能够去巩固目前的地位 以及对于OMG来上巩固自己的地位 对于IG来上冲击一个更好的季后赛席位吧 在外战来说的话 是一组对抗拿下一个3-3的战绩 由于之前是一个小组第一 所以这个战绩对于OMG来说 并不算是特别好 但是他还可以接受 就依然能够保持一个排名比较靠前的情况吧 但是暴露出来的问题 就通过一组对抗暴露出来的问题 真的急需在下一轮对抗开始之前去解决一下 就是我觉得第一是 在前期拿不到优势的情况下怎么办 然后在前期有一定烈士情况下怎么能够稳住 再加上在这两局当中我们看到 上路频频被针对 然后打野拿到烈士前期烈士打野 或者说前期对现场人支援能力不强的打野情况下 怎么去保护现场人对不对 因为就这两把来说的话 第二三把输掉的比赛打野都不算特别强势 第三把是有一定的干可能力 但是并没有起到更好的作用 而且确实从这个周绩对抗赛回来之后吧 我觉得OMG的下路组合的状态没有调整到最好 他其实算是就一直还算发挥不错 但是他有起伏了 我觉得没有调整到最好 就是会出现失误 然后会被对方找到机会 当然对于IG来讲 我觉得这个BO3随着两局德赛蓝博的精彩发挥 以及您前期对蓝博的一个帮助和对青刚颖的一个支援 当然这局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德赛自己的发挥 德赛上来七个刀的时候把西洋打回家TP回来 然后在对方勾引的时候直接是通过个人能力杀掉了青刚颖 同时还闪现给跑了 还让自己在中单支援的情况下跑掉那一波其实蛮伤的 对 然后另一点这场比赛下路组合的发挥也出色 就IG的下路组合配合上奥拉夫两波是一台手二台手 人带走塔推掉 直接把下路也打穿了 然后对线的话因为英雄的优势以及Rookie 一直以来这种极其具有侵略性的对线策略 让伽利奥也是被押得非常非常难受 我们很少看到在IG的阵容选择方面 他会让Rookie拿一个不好用的英雄 因为包括第一把的颅线对着伽利奥 第二把的一个蛇女对上吸血鬼 以及第三把的蛇女对上伽利奥 他都是一个优势对线 就是给Rookie更多的counterweight 或者如果在蓝色方尽可能的让他能够拿到自己能够形成压制的英雄 这样最大化的展现Rookie的个人能力吧 而且我们一直在说IG他最近的话是除了Rookie之外 每个人都开始帮他分担压力 对 就包括下路组合 以及West最近的状态确实蛮不错的 包括本周比赛 我觉得您的发挥两场BO3 您的发挥其实都很出色吧 虽然上场没有拿到MVP 但是我们看到了他的一个凯影 是他自己已经有一个独特的见解了 是的 而且这个英雄在第三局 也被OMG放到了扳榜上面直接扳掉了 然后第三局的话又拿了一个可以说 在达野英雄被针对较多 因为我记得这局是蜘蛛 雷克赛 盲森 凯尹 全都没班的情况下 然后对方又抢掉了一个的情况下 抢掉了版本火热的扎克 他拿了一手相对有点逆版本的奥拉夫 但是其实有预谋的 对 效果是很不错的 他其实就直接换了几跑 我们就看得出来 他应该是有所准备来使用这个达野的 是的 那可能也是考虑到之前我们提过 有人会选择用奥拉夫去打扎克 利用前期的压制跟滚雪球能力吧 当然这局我觉得 IG整个团队的滚雪球是进行的非常彻底 20分钟15000块的经济率是真的很夸张 因为每个点都打出来了 他们每个点上中也都算是一个比较强势的点 包括下入组合算是在前期稳住还有一点压制的 所以这一把来说的话 我觉得IG的整队都打得蛮不错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可能对于OMG的粉丝来讲 认为OMG最近机场输掉或者怎么样 心里比较不舒服 但我觉得没关系 就是这种情况下的失利 第一是我觉得一组对抗 本来就是去发现自己的不足 然后去继续提升的 先看MVP MVP给到的是The Side 第二次获得MVP的 连续两场的MVP 对 这也是 就之前都没有获得MVP 但今天是连续两场拦博 打出了一个非常高的伤害团队占比 以及经济的一个转换率 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确实两场的蓝波发挥非常非常的出色 我觉得尤其是第二局吧 因为第一局打野给的帮助还是蛮多的 然后第二局他的单线能力 包括他大招放的真的太好了 这个我觉得对于一个蓝波玩家 一半一半对线 蓝波的难点对线是一半 空温什么之类的 对 空温你会被针对 你怎么配合打野 另一半就大招就是大招 就你封路 伤害 你这些得同时间顾到 而他的每一次都是放到了这种效果 对 我觉得真的很出色的一名 蓝波玩家 也是个人能力极具出色的选手 希望两个队友在接下来 都有更好的伤害 更好的发挥 那我们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 依然有赛后采访环节 我们马上把镜头给到采访系 欢迎来到赛后采访 我是洛欣 我们首先恭喜IG战队获得比赛的胜利 有请到的是中路Rookie Hello Rookie 你好 你好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两局比赛 三局比赛 后面两局都是非常稳健的拿下来了 第一局的时候 你选择了用卢西安针对加里奥 那你觉得本来预期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有没有达到他 这个陆圈英雄打加油的时候 特别线上的能压制他 所以我经常用这个英雄 然后今天第一场我觉得能达到这个效果 只是团战的时候没达好嘛 就效果还是达到了 只是团战可能少了一些 因为对面比较针对你是吧 就是对面加里奥和卡米尔很赖一批 对面的这个上单一直一冲你开团 对就根本放不了 那刚才这个问题是邀五丸 发现了想要问问Rookie 那接下来呢 同样我们的全球电竞网 他也发现最近近期啊 很多出现了我们中单的 加里奥和卢西安的一个对线 那你怎么来看待他们的对线的呢 这很明显 卢西安是要看对线 如果线上打出优势 就后来团战挺好的 但是如果加里奥没被压到 而且可以游走 抓到对面其他路由的话 会加里奥打出优势的 所以如果路线打得不好的 就没用的意思 就这个还是要分情况来看的 对 那可以看到在后面两局都非常 我也很快速的拿下了比赛 想问一问在这之间第一局 优势局被翻了之后 有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和应对吗 我一直说我的问题我对不起 我就倒个钱我们队友 为什么 我们第一把是很容易被秒了嘛 就不管对面有没有卡米尔这些英雄 还是我可以放的 但是我一直从进去 就那个 就没脑子我了 我觉得是因为对面太针对你了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对于这种情况 也已经习惯了吧 确实习惯了 但是最近 我就很生气 我自己的比赛的发挥 一直没到好 所以 就 没话说 我觉得其实Rookie的发挥也很好了 最后两把蛇女也是很稳健的 当然了 这个The Shed的发挥也是很不错的 那对于新队友 你有什么样的想跟他讲的话呢 他人的个人能力挺好的 所以我们只是让他舒服一点 就是和之前的我差不多那种感觉 就所以说大家以后 在针对Rookie的同时 也要担心一下这个上路的我们对吧 对 就是然后我们队友每个每个人 最近发挥都挺好的 只是他们都进步 但是我最近有点退步了 对我们队友 我觉得状态这个 友好肯定也会有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好的情况 但是有点奇怪 不管训练赛或者是打排位 都我自己觉得发挥挺好 但是莫名其妙打了比赛 就打得不好 我觉得这个慢慢调整就可以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这周的几场比赛都已经是赢得了胜利 那有没有一些新的目标呢 感觉状态很不错 如果我在我打比赛的时候 发挥还是挺好的 然后我们还是能想拿冠军 赌冠 然后马上有赛赛嘛 要出然后打出好成绩 好我们也期待 艾基能够像Rookie所希望的下 达到他们的目标 那接下来的一场比赛呢 将是蛋和牛逼的对阵 在这里呢 要公布一下等会的握手环节 我们的幸运观众分别是 3排18号 6排20号 5排35号 6排10号 以及11排20号 那我们等会再见